我们谈完水患之后呢 谈谈这个巨权生 巨权生大家一般人可能不知道 但是如果没有这一次的这个 八一建经纪的相关活动的话 大家可能也不晓得巨权生是谁 习近平在上任之后 2015年军改 这个在陆海空军之外 独立的所谓的火箭军跟战略支援部 巨权生战略支援部的这个司令 负责情报 还有这个网路跟这个太空 那他这次没有出席这个相关的 八一建经纪的活动 引起大家猜测 跟到底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胡平你怎么样看待巨权生 没有参加这个 这次八一建经纪的活动 很多人都认为他大概凶多吉少 可能前途安待 确实现在我们还有没有得到比较确切的消息 巨权生巨权生为什么缺席这个八一纪念会 不过有些消息告诉我们的这件事情 当然就是他在接受调查 反正是因为在该出席的时候 他不露面 这本身就是个问题 只不过我们不清楚的到底是什么问题 那一种分析的就认为他这个跟那个气球事件有关系 跟气球事件有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气球事件呢 一度要造成了这个中美关系的一种比较紧张 你毕竟不管怎么说吧 尽管气球后来了解的情况呢 那个性质并不是那么严重 但是你毕竟你一个中国气球 你怎么飘到美国里头 美国的这个美国国内了 境内了呢 而且你实际上也不向美国方面就是告诉一声 那么这么就引起些麻烦 那么现在看起来呢 确实这个气球 当时很多人就怀疑这个气球 是不是和军方有关系 因为当时一种说法呢 他就是气象气球 就是民用的 你要从现在透露的消息来看 这件事情如果和据前生有关系 那就说明这个气球事件 确实和军方还是有相当关联的 但到目前为止 我们依然对中间的细节不是很清楚 我们只能看到了一个现象呢 就是他在应该出席的场合下 他缺席了 而这个再联系到最近一系列 军方的高级舰领缺席 或者一些不知所云的一些原因死掉 这当然就整个想到这个好像在军 而这几个涉及的这几个军种呢 还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说火箭军那就自不代言了 包括这个剧先生这个战略支援部队 那也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偏偏在这么重要的 这么敏感的 而且涉及高科技的这么一些方面的高级将领 频频出事 这本身我想是个值得大家去贪疚的问题 而因为你现在他出事 你又不像过去呀 你要在十年前 那你都是江湖造的孽 他们留下的问题 徐筛后 郭伯雄 那你倒是 这都第三个任期了 而且你已经经历过那么多人了 那现在这些能调到这几个位置上的人 那都是你调上来的呀 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问题也是个很难交代的 那包括这火箭军 他叫了这些陆军的海军的来 而不从火箭军系统中本身提拔人 这个都是很奇怪的 因为按说火箭军 因为他的专业性比较强 照理说 那你要提拔这个军的 他这个负责人应该是从这个 他这个系统自身中间来提拔 你怎么不相信他 这说明他对 习近平对整个火箭军系统 他都不放心 所以才去抽掉一些外来 其他系统的人 这个也是他过去 他在军队上经常这么做 调过来调过去 有几个地方还没还没待几天的 又给你调了 所以这里他其实他都不是招样于 怎么样强化这些军队 这些部队 这些兵种本身的作用 而是主要怕防范这些军队 拉帮接派 形成对自己力量的挑战 你的脑掉来掉去 谁也不认识谁 谁也不熟悉谁 那打起仗来是不得了的事啊 打仗一旦打仗了 那高将领之间 他多少要有些相互的了解 因此才可能有默契 他不是每件事 因为战场打仗 有损息万变 你没有高级将领之间 没有一点默契 没有点了解 彼此的了解 那是打起仗来 绝对是不利的事情 可是呢 你要从防范军队本身 犯上作乱 那你这么做 就是很高明的了 因为要掉过来掉过去 你谁也不认识谁 你刚熟了 几个人刚熟了 又给你封开了 那这么一来 你要想这个做点造反的事 或者类似一些事 表示一些不同的看法 发点牢骚 你都会很困难 因为你发现 你旁边那个人 也许就把你告发了 因为你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所以他这个 我觉得他这个问题 就是你如果把注意力放在怎么样 防止这些重要的军种兵种 这些高级将领们 怎么样对自己权力 形成一种威胁 形成一种挑战 那么你就 那么就势必就会放松 加强这些军种本身的战斗力 以便应对战争 这两个东西他不可能是完全 就跟你说宋朝的时候 宋朝喊防止这个武官 这个 战着 这个 战了自己的兵权 那么对高纯 对皇后构成威胁 那个结果造成 我们知道就造成文强武弱 这个局面 他武力就会 就必然会减弱 而你现在当今 圣上的 他的猜忌性比别人都强的多 所以到头上 你看他出现这种情况 军队 而且是在这么高科技的 这些敏感的 非常重要的军队 被称之为国之正众器的 这些方面 频频出事情 而且是在 第三个任期 你都没法再怪别人了 你说腐败也不能怪别人了 对不对 你反了十几年腐败了 那怎么还会有高级 还会有那么严重的腐败问题呢 那你说明你原来反腐败 反的不当真吗 你原来不是在反腐败 原来是在以反腐败为名 在清除异己 因此只要你当时不怀疑的人 不认为是异己的人 你就不会去 去清查他们的腐败问题 所以这使了这些人 就一路腐败下来 一直到今天才被查 这当然从腐败问题讲 你要从别人对你忠诚不忠诚 别人是 前都是谁谁谁的系统 谁是江派的 谁是胡派的 等等 这也说不过去 因为都已经过去十年了 所以这里头有原因 很多细节原因 我们现在都还不是很清楚 但是问题就在这 在习近平上台第三个任期 在这么些高度敏感的 重要的军事部门 领导部门出现这么多事情 本身我觉得他与其说明 是这些将领的问题 不如更多的说明是 习近平本人的问题 河平提到的这个 对 河平想讲话 对 我在这个军带的调动 有一点跟河平先生 有一点点观察的角度不同 就是说当然 现在火箭军是出了 严重的问题 如果不是火箭军 出于严重的问题 由海军和通军 或者是陆军 来接管这个火箭军 的这个领导层 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现在的 您那个是下一个任期 我们要讨论那个巨先生 战略资源 对就是巨先生了 我就讲巨先生了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排养不惑才人才的一个要求 如果我们下一个阶段 有一个火箭军 我在继续谈 但是呢 火箭军的问题 为什么会连惯到 这个巨先生呢 有一个原因就是呢 因为这个战略支援部队 是一个新型的兵种 这种兵种在全世界 都非常的罕见 它掌握的基本是 中国解放军里面 最重要的一部分战略资源 一部分是新技战 就是现在 经常美国啊 或者很多国家提到 就是中国海客的工具 那往往不是呢 这个公安系统 或者国安系统 往往是这个 战略支援部队 因为这个部队是 引有非常悠久的电子信息的干扰能力 电子信息的这个处理能力 它的主体就是 最开始的这个西安科技大学 西安科技大学 这样一个体系 原来也是总参三部 中国技术最强化的一个战略资源 另一方面说 它往往还不至于这个东西 星球大战 航推技术也是由这个体系来掌控 而且还有了这个海武器的这个基地 新疆的马拉海武器基地 是由这个系统来掌管 而不是由虎金军 所以他就是 而这部分原因呢 是整装备部的 所以这是一个 一个超级的一个部门 这个时候出了这个事情 我们听不到你声音 有没有网络不太好 虎金 虎金 喂听得起吗 虎金军听得起吗 听得起吗 这可以 虎金军的那个前任的副司令员 这个吴国华 他实际上就是原来总参三部的部长 也就是现在的据钱森的这个上司 所以这个有没有关联 气球 情报的烧气 远程情报的烧气 前一就真的的监视 跟这个火箭 这个战略支援部的也是有关联 我们知道就是说 气球这个事情闹成中美之间这么大的一个一个冲突和纠纷 但是两个国家的表现都是很奇怪的 美国方面啊 动了这么大的力量把它激露下来 因为按照美国的这个系统的话 你应该召开一个记者会 介绍这个情况 这到底是一个一般性的气球 还是一个尊敬气球 是一个战略的这个建立的气球 那么这个这种气球是一种违反国际惯例的一种 一种破坏性行为 它是意外所产生的漂流行为 那么这个美国方面呢 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个在国际上普通的这么一个一个气球 或者是不违反国际法的一个气球 这个东西解释得清楚 第二个是美国通过这个气球 掌握了中国的协密的某些方法 或者是器材 这样的话呢 按照情报系统的正常做法的话呢 它就不会公开出来 这两种情况都不知道 当然最主要的是要缓和两国之间的关系 但是站在中国的角度就很奇怪了 如果是一个民间的公司 那些民间公司不出来讲一下就可以了吗 说我们发射了这个气球 或者是政府的气球 气象系统 对吧 我们 我们在前求的气球 气候进行监测 那这个东西一下子就缓和下去了嘛 那中国之所以不说 那么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中国的军事的结明行动 那就是通过气球这种原始的手段 来掩盖他的监视美军 或者是全球军事动态的一个方式 对吧 第二个是这个里面有一些 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不知道 但是总之呢 在习近平看来 这个战略支援部队的这个行为 可能冲犯了某些东西 那么中国是这样的 你只要一查 某一个小事情启动起来 其他事情就跟着来了 就像外交部长秦刚一样的 开始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举报信 一般领导一看 不查就不查了 就像胡平先生讲的 我要保秦刚 我就不让查就可以了嘛 那他为什么就不保秦刚 这个里面的因素就多了去了 对吧 那么这个实际上 对这个战略支援部队也是一样的 那么胡平先生刚才有一个官邸 我不太同意的一个地方 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 他认为已经掉到了第三个任期 对吧 那么军队体系和各个体系啊 都应该是习的人 从逻辑上来讲似乎是对的 但是从现实的政治来讲 不是这么欢声 一个将领的行政 一个高级干部的行政 一个区级 局级和到互部级的这个阶段 往往是比较关键的 所以有人说 一个组织部啊 他就培养了未来的 几十年以后的这个领导人 就这个逻辑道理 所以说呢 他这些所谓的将军啊 现在是上将了 他们在少将和大校期间 他们就已经是隔半熊啊 或者是贾天安啊 主要是贾天安 这次调查的系统 主要是江泽民的大秘书 贾天安在这个军队里面 所排斥的这个体系 那么这个体系里有没有腐败问题啊 那谁能经在一起查吗 谁没有工作作风问题啊 那经在一起查吗 所以他就 他就把很多问题纠缠在一起 这就变成了这么一个问题 尊贷的哪一个国家 都有一定它的神秘性和保密性 但是中国的神秘性和保密性 到了这样一点程度 就增加了大家开始 浮泥乱语啊 浮浪查证的这么一个一个机会 不过这个国家教授啊 这个巨前生到底跟这个 气球事件有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完全 再继续去确定它 不过从气球事件 美国这种拜登曾经 约略讽刺啊 这个调侃过这个习近平 说他没办法掌握情况 就这一点你怎么看 这个拜登 讲这个习近平事先不知情 他是有两种意思 一方面讲这个习近平 对重要的这个军事活动 状况没有掌握 也就是他在状况外 所以他听到这个事情之后 非常尴尬 也就是他没有掌握到 这样的一个动态 这样一个做法 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呢 就是说 确确实实不是中共最高领导当局指挥 下 然后这个气球 飞到美国去做什么侦查活动 所以他这个调侃呢 不完全是恶意 一方面是有点嘲笑他 一方面呢 也把这事情呢 这个把淡化 因为当时来讲 如果按照正常的这个情况 如果按照正常的这个情况 美国是把这事情看得非常严重 因为他的国务占 因为他的国务卿 布林肯就是因此而 暂缓占占华 暂缓到中国访问 而且呢 对于中国这个气球呢 讲得非常严重 可是呢 你把他挤落 然后从海里头捞起来 去做检查 检查的结果 对外又没有太多的这个具体情况描述 照理讲 你原来把他讲是一个情报活动 然后呢 你有没有发现 他里头确实有侦查收集情报的装备 有没有把情报传回中国内部的一个 传播系统 通讯系统 美国都没有任何的交代 这没有交代 就让他觉得你原来是小题大做了 如果你查到什么样的问题 证明你原来担心 那怀疑是正确的 那么你就应该好好的把这个证据公诸于市 让大家知道这个中共当局确实 用气球来收集美国的军事情报 也证明你当初 把这事情看那么严重 你让国务卿不去大陆访问是有所本的 不是这个无中生有 那美国政府后来没有做这个事情了 也让人觉得你是虎头蛇尾 你对于你过去的事情 你没有办法做交代 那么这是美国方面的事情 那么中国大陆同样也让人外界觉得非常奇怪 你当时是大事化小 说是民间这个气象的一个侦测 那么既然如此的话 这是哪一个民间呢 哪一个民间公司愿意花这个钱 去做跑到美国加拿大去做气候的侦测 他所图何在 他有什么样的利润呢 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 因为民间企业总是要这个成本效益要算清楚 他为什么去做这个事情 哪一个民间企业是做了这个事情 你都没有公布 那么比较可能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地球啊 这应该不是军事部门收集情报的一个主要的方法 而是一个辅助性的方法 这辅助性的方法 这个设备执行就不是由军方自己来操作 而是用委外办理的方式 也就是找这个有这样方面设备和能力的这个公司来操作这个事情 所以他当时一个辩解就是民间公司 这可能是真的 但是收集情报也可能是真的 但是中共当局非常奇怪 这个事情没有知智片语的交代 只是说那是民间公司气候的侦查 这个东西也是没办法让人家对他的这个真实性产生一个确定的感觉 而是高度怀疑其中有不可告人的隐秘的一个事情在里头 反正这个事情 无论是美国和中国都是后续的处理 无法跟你原先的说法很匹配 那么具权生跟这事情有没有关系呢 那么当然是他除了网络啊 情报收集也是他的这个所谓战支部啊 就战略资源部啊的一个任务 那么当然牵扯得上牵扯得上啊 但是呢没有直接的证据说他这一次呢 没有出席啊八一建军节的重要活动啊 那么代表他已经失事了啊被调查啊 而且是跟这个啊 这个气球的事情有关系 这个关联性呢是外界的猜测 本身呢啊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根据了啊 所以我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如何 但是呢如果按照拜登的说法 习近平非常在意这个事情 你们干了这些事情都不让我知道啊 隐瞒我啊 或者是说啊你们闯了祸也没有交代清楚啊 那么这个习近平应该是会彻查这个事情 这彻查当然有两个可能啊 一个呢是查到啊 你确实这个义务的执行啊 是过度啊过当啊 这个而且没有绩效啊 这是一种可能 因为一种可能在查的过程里头发现有贪腐啊 这贪腐就把揪出来啊 这个进行双规啊什么的啊 反正啊一定是出了事 啊出了事 什么事啊 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嗯 这个顺便啊 这个俊先生也是习近平这个 这个聘这个 指定了啊命令的这个一个人事案 你觉得这个 他这一次的事情 后被续任啊 或如果没续任的话 什么习近平接这个机会 可以重新再掌握一次战略支援部 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有些欺巧就是 嗯 他他作为一个这么重要一个兵种的司令员 而在那个八一渐进节的那个招待会上都没出现 嗯 那跟他一起的呢 在他前两天呢又有消息呢就是海军和空军就接管了中国的那个 等于是二炮的司令和政委 就习在同一天任命的两个人 所以应该说是这一迹象表明呢 在火箭部队或者说中国的就战略威慑部队吧 是发生了事情 一下子把司令员和政委都换掉 加上他以前的前司令员 副司令员呢就去世以后也 就他那个公布和他去世的时间中间有一个大概两个星期的差 这就有点像是 人们在52年以前 突然发觉在十一的时候的林彪没有出现 那是因为那时候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人们就于是就有很多猜测 那这个猜测猜了就是50多年吧 其实知道也就是知道一年以前 到底怎么回事才真正的大家知道了 因为就是亲历者 就林彪的女儿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披露出来了 所以后来的那些故事啊 什么打死了丢在飞机上也好 然后逼着他也跑也好 林彪没有参与这个事儿 他也不知道要跑那个苏联 所以这事儿都清清楚楚了 就是很多历史事件呢 我们知道它发生了 我们也知道那中间是有蹊跷 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这很难很难知道 所以说那个气球跟它扯上关系 跟这个没出现这个就扯得有点过远 你不觉得有关系 什么都可以有关系如果气球都 因为首先这个气球怎么来的 就如果你是个超高压气球的话 你在中国放飞到美国来是完全可能的 你在美国放绝对飞不到中国去 因为在太平洋上面的 它有个吸风带 它没有美国就是放丢了 我才不会放到中国去 那中国有很多很多这种气球 各种各样类型的 失控以后飞过了 比如说这个气球事件发生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美国两党的一个党争 政府早就知道那个气球了 早就看到 但假装没看到 这拜登政府做的事儿 结果不知道怎么被媒体宣出来以后 特朗普那边的人不干了 那时候你看中共都入侵了 都到我们领空上来了 你还在那装没看见 就逼着他把那个气球打下来 打下来之后 刚才也都讲了中间一些气球的地方 如果说它真是个间谍气球 美国应该公布 对吧 如果它不是间谍气球 那中方应该说明这些都没有 所以实际上就是信息不足 两边都有一些可疑的地方 但是当时的情况 打下这个气球之后 媒体后来又公布 那就是民主党的又反杀了共和党 所以你特朗普时期 至少有过四个中国气球员来的 你也知道 只不过没有人把这个事儿掀出来 你也让他就去了 你也没打 这东西永远会有 就是你就稍微 你就看一下那个地理书 看一下那个西红袋那个概念 澳大利亚一个小孩 自己制作了一个气球 放上去 结果飞了一万多公里 按说自己做的气球 绝对不会有那个能力 但他就有 所以飞到西红袋的气球 不要说飞到美国了 他就绕地球走一周都可以 而且到现代了 你说还用气球到美国来 肉眼都看得到的 来收集情报 讲出来自己可能都不信 不过菊先生到底下路怎么样 我想过一阵子应该会形势比较清楚一点 到底跟火进军有没有关联 我们可以再来观察一下 不过是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